4月23号是第25个世界读书日 阅读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近日中心设计者就阅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网络采访 大概20到30本左右 读完的有多少吧 只有一两本 大概有50多本 然后读完的话有40多本 100多本吧 目前读完的可能有7成左右 共有330多本 大多数都看完了 数百本 基本上已经读完 是哈利波特 不要让命运决定我们自己吧 小王子 所有的大人都曾是小孩 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 因为这是你的人生 把别人对我们的期望 跟自己的愿望划分开来 这是对人生负责的第一步 天才在左 风子在右 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言语 然后就是陪伴 其实就是最难得可贵的精神 都宝要睡觉 这时候就算大风吹 天打雷 找石头犀牛来推 都宝也不会醒 人类怎样才能被动物吃掉 很有可能 外星人还没发现人类 地球又已经被人类给搞灭亡了 阅读方式我更偏向于实体书 在书店里面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从纸质的书变成了现在的电子乱书 从纸质然后向电子再转变 但是进来呢 我觉得又回归到了纸质 阅读的内容可能更偏向于实用性 同时会更倾向于自己喜欢的方面的内容 上中学的时候 大部分是去图书馆去借书 而现在我大部分时间是通过iPad 或者是手机来阅读 最近我会比较喜欢听书 逻辑化思维的一些思维导图 可以在读书前先看这个思维导图 然后再来阅读 自己读啊 有时候妈妈给我读故事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读故事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 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 从主要为专家学者 科研人员服务 到推广临门槛的全民阅读 中国国家图书馆 见证了数十年来 国人阅读习惯的变迁 中国从整个的这个统计数字来讲 我们还不能称之为阅读大国 全民阅读这个概念呢 是2004年 国家图书馆 首先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的这个读者群体 在这些年应该说 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创立之初呢 应该说它也是为公众服务的 但是更多的 还是为我们的这个专家学者做服务 但是近些年来 我们的这个服务面呢 不断地在扩大 那现在呢 目前是零门槛 就是我们从零岁开始的人员 都可以进入到国家图书馆 享受到我们无差异的 这样的一些公益的 公平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内容 读者量呢 就是早期大概在九几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应该在一百多万 这样的一个读者量 那么我们现在呢 有四百多万的这个读者量 2019年中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国民人均阅读 4.65本纸质书 每天读书时间仅为19.69分钟 2020年初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打乱了民众的生活 疫情之下 人们居家隔离 而阅读也成为获取信息和知识的 主要渠道之一 隔离期间 人们每天花多长时间阅读呢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两到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吧 至少有三小时 疫情期间 为避免交叉传染 各地图书馆闭门谢客 但文化服务并未缺席 文化机构纷纷开启云模式 为民众提供线上服务 在疫情期间 线上服务是加强的 有几个数据就可以表明 像我们的这个 国家输入图馆的APP 访问量20天 就激增了百分之四百多倍 在2020年的第一个季度 微博的粉丝量增加了百分之两千多 因为我们的这个微博啊 微信啊 数字图馆的APP等等 提供的都是我们的数字资源 都是方便大家学习 利用的一些资源 随着疫情之下 实体书店关门歇业 线上直播成为书记营销的重要模式 关于直播售书 大家是怎么说的呢 从来不看直播 因为我看的都是电子 没有太关注到 不过我现在听说了之后 我倒是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售书的方式 我会关注一些作家 他去直播 然后去开一些新书发布会 我觉得非常的新颖 因为他能够让主播 把这样的晦涩难懂得知识 或者书记再次 比较有趣的去讲解出来 我们也看到现在在疫情期间 有一些这个主播卖书 这样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是觉得 从客观角度来讲 卖书他相对来讲会困难一些 因为他不是只是看到 这本书的风皮长什么样 他的作者是谁就可以 他其实更核心的 还是对于这个 这个图书本身的内容的价值 他有一个更深入的阐述 第一他是经过筛选之后 给大家去做的 那我想这个里面 有他的智慧的这个投入 其次呢 就是他通过他的这个主播平台 建立了编辑啊 包括我们的出版单位啊 包括我们的作者啊 包括我们的读者之间 他搭起了这样的一个桥梁 那我想这个作用和一定程度上 跟图书馆一定的作用也是相通的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其实对这样的一些方式 我们是是持欢迎态度的 不管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无论是线下借阅或是网络直播 书籍一直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是人们获取知识 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 科技的发展 让人与书籍的交互更为多元 也为推进全民阅读助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ω